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不少单位和亲台人士提前一年就开始了住宿准备 这些准备甚至折腾到了让蒋介石本人都提前知道了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其实蒋介石并不愿意过生日 王先生我们看到在刚才短片当中也做了简要的介绍 其实蒋介石自己并不是特别愿意过生日 但是他手底下的人却提前一年就开始给他准备 我不知道就是在那样一段历史时期 为蒋介石这样的一个身份和人物过生日 都应该准备些什么呢 我想这个时期就是所谓的反共抗恶的时期 像我这样的年纪的人都经历过的 我手上有一本书叫做《我的父亲》 这一本书呢是蒋经国自己亲自撰写的 那如果没有经过一个比较神秘的安排 或者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这本书怎么写得出来呢 而且这本书啊 它的封面里面写得非常清楚 仅以此书啊 敬驻父亲七十华旦作为寿礼 那这个是蒋经国规划的一本书 那当时呢还有一部记录电影 叫做《领袖与中国》 也是台湾的相关的电影制片厂呢 来制作设置的这一个影片 那换句话说也不可能说一时半刻 也必须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的准备 跟录制的一个过程 那因为我也有一些现身的一些经历 比如说我们在小学的时候 我读的这个小学啊 每年的十月三十一号 都会举行盛大的祝寿仪式 那这个祝寿仪式呢 不是准备一天两天 通常呢大概是三个月以前 就要准备好了 比如说要争一些寿陶 要准备一些典礼的一些会场的布置 都是经过比较长时间的准备 那我再讲一个我切身的经历 我在服兵役的时候啊 我的单位的对面有一座山头 叫做中正山 这个中正山就是1950年代 国民党当局败退到台湾来以后啊 要给蒋先生祝寿 那祝寿要有什么样的形式呢 各式各样的形式都有 包括整座山头 上面植树 上面写中正两个字 然后旁边所有的树木花草全部去掉 换句话说远远的蒋介石一上班 一出门就会看到这一座山上面 中正两个字 好 现在问题来了 我服务的单位 隔壁的另外一个单位 他们就非常辛苦了 因为每天要去修剪 你一定要把它剪成中正 因为中国字啊是很特殊的 你如果说中正的那个正字上面 小了一横就变成中子了 就变成亭了 那也不能变成中土 也不能变成中下 那所以呢 我就看到我对面那个山头单位的阿兵哥啊 那些官士兵们啊 每天都非常辛苦 拿着剪子 一定要把它剪成有模有样的中正两个字 绝对不能变成中土 中子或者是中下 否则的话 那个单位的主管就要倒霉了 在1986年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情 有三架国民党的这个飞机啊 就栽在上面 为什么呢 因为十月庆典 要阅兵大典 同时也要庆贺蒋介石的闽诞 这三架飞机刚好就撞到中正山 所以你说是不是触眉头呢 刚才您谈到说 花了很多很多心思啊 其中提到了会场的布置 还提到了要修剪这个树 以示对蒋介石的崇拜和尊重 那我不了解就是过这样的一个生日 都有什么样的机会 比如说这会场要多大 要摆多少说 什么样的人参与 要吃多少个菜 这个菜有什么样的讲究 还有我们知道这个蒋介石 虽然是他一个人过生日 但是宋美龄是他的夫人 那么作为他的亲人 朋友或者是家人 都应该为他做些什么呢 他的家人当然有所谓的家宴 他的家宴啊 事实上不是十月三十一号 而是过农历的生日 阳历的生日才是十月三十一号 换句话说 官司的生日是十月三十一号 那这一天呢 当然就是非常盛大的啦 各行各业 各个机关从地方一直到台北 所有的政府机关 通通要去帮他做祝寿的这种仪式 那这种官司的祝寿仪式呢 是不一而足太多了 可是呢 蒋先生呢 他做任何事情 尤其是关于祝寿这件事情 通常是抱持一个 刚刚主持人所说的 一个欲据还迎的一个态度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蒋先生表面上说 你们不要帮我祝寿 十月三十一号那一天 他通常会去所谓的避寿 就避开 跑到大西 或者跑到南部 这个日月韩 韩币楼 去所谓的避寿 可是我告诉你 实际上他是 越避 越避寿 人家是越给他祝寿 为什么 人家知道他是欲据还迎嘛 那他还讲过一句话 不回大陆 我如果不打回大陆的话 我绝对不看金戏 我告诉你他表面上不看 他偷偷摸摸的在官邸里面看 那金戏的剧团呢 专门到他的官邸里面 演给他一个人看 那当时就有一些 很好玩的一些事情啊 比如说他的部署呢 就开玩笑说 我不回大陆 我就不吃牛肉面 却大家实际上大吃特吃牛肉面 蒋介石呢 可能对外界表示 他是不喜欢过寿的 那我就不知道 蒋家或者是蒋介石本人 对于过寿这件事情 是怕引起外界对他的不满 还是说本身他对过生日这件事情 有什么样的忌讳 事实上他从1936年开始 1936年在大陆 也就是西安事变的前一年 他就已过50岁生日 50岁大寿这样的一个借口 举行了一个盛大的阅兵仪式 当时啊 中国还是处于一个比较相对贫困的状态 中国的空军呢 也是一个比较薄弱的一个状态 当时还从杭州的简桥基地啊 起飞了飞机到洛阳的上空 因为蒋先生那一天在洛阳过生日 那个简桥基地起飞的飞机啊 还特地飞到洛阳上面 画个中正两个字 还下面阿拉伯数字50 帮他庆生 好 那这个是在大陆的时期 在台湾的时期更是如此 他表面上说不要过生日 事实上呢 他是给自己各式各样的借口 各式各样的仪式来过他的这个生日 这个生日呢 有各式各样的方式 祝贺的方式 当然有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所谓的引蛇出洞 他要了解一下 在台湾岛内有哪些人是对他真正忠诚的 有哪些人是真正不忠诚的 那所以呢 很多的这个怪象就在1950年代的中期呢 不断的爆发出来 也让台湾的老百姓看到了 看到了蒋先生啊 他非常精彩的 同时也是非常不为人知的人性的一个阴暗面 事实上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引蛇出洞 他在七十大寿之前 大概将近一年左右啊 他就昭告天下 他向台湾所有的军民说啊 今年呢 是我七十初度 人生七十古来西啊 你们一定会帮我助寿 可是我要告诉各位 千万不要帮我助寿 为什么呢 因为大陆啊 我们还没有回去啊 我实在是非常的汉颜 没有带领大家回去 我希望大家能够等到我把大家带回去以后 大家到南京到北平到任何地方帮我助寿 都比在台湾助寿有意思 好那他就说 好你们不助寿 你们不要助寿 可是呢 你们可以发表意见 那事实上这就是他的一个引蛇出洞的方式 那这么一个发 叫大家发表议论 那一些文人就上当了 以胡适为首的包括雷震 包括陶柏川 包括徐副官 这些文人 就在当年胡适之跟雷震办的自由中国杂志 为了庆祝老蒋的七十岁生日 特别做了一个助寿专号 这个助寿专刊呢 比平常的月刊都还要厚 厚一倍 因为他请了好多的学者专家 这些专家当然都是雷震 都是胡适 非常欣赏的人 那这些人写什么呢 写什么文章呢 总而一句话就是说 蒋先生你够了吧 按照所谓的法统 按照所谓的根本大法 你已经满了 你已经满了这样子的一个年限了 你是不是可以就此之于至善 不要再当领导人了呢 那当然这个对蒋先生来说啊 看了是清金直茂 脸色铁青啊 事实上这也并不是什么太奇怪的事情 胡适 自世之 安徽寄习人 现代著名学者 诗人 历史学家 文学家 哲学家 因提倡文学改良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 新诗的学者 致力于推翻两千多年的文言文 与陈篤秀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 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曾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 事实上早在大陆时期 有一个非常挺他的 非常支持他的文人 叫做钱穆 钱穆在大陆时期 在他选领导人之前 他就奉劝蒋先生说 现在抗战胜利 胜利没两年的时间 你呢 千万不要再搞政治了 你就止于至善嘛 你就当民族英雄不是很好吗 你可以千古留名啊 他不听 好 到了台湾来以后 钱穆呢 在香港办新雅书院 蒋先生把钱穆 请到台湾来 见面第一天 在士林关底 钱穆就告诉蒋先生说 蒋先生啊 当年我劝你不要出来选领导人 你不听 好 你现在做得非常辛苦 但是呢 我要劝你 你做满两任 你就不要做了 所以真正发风气之先的是钱穆 钱穆自宾寺江苏无锡人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 国学大师 历任燕京北京清华等大学教授 1966年移居台湾台北市 在中国文化书院 如今的中国文化大学任职 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在一些专家看来 连钱穆这样相对保守一些的国学大师 都敢当面抗言直荐 要蒋介石 适可而止 止于至善 就更不要说 自由中国这样一个 以自由为主的先锋杂志了 以祝寿专号作为蒋介石的礼物 也是难免的 那么胡适与蒋介石 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 开风气的人物 一个是1928年至1949年 十月以前 中国大地上的最高执政者 他们虽然在反共上持共同立场 但是一个执着的宣扬 西方民主政治理念 一个逐步强化中国式的独裁统治 二者理念本就不同 那当初是什么原因 才让胡适跟随蒋介石 到了台湾呢 胡适还是很敢说话的 您刚才介绍了他发表了这样的一个 祝寿专刊 那么当时激怒了蒋介石 但是不仅仅是在祝寿的时候 之前呢 胡适对于蒋介石的一些行为 特别是对于当时的 呃 蒋介石政权呢 也是批评的很一针见血 可是从蒋介石的角度 似乎把胡适当作他的一个朋友 而且呢 好像还很看重胡适的这种才能和才华 所以在蒋介石和胡适之间 他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纵观胡适跟蒋先生的关系啊 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那什么一句话呢 就是说啊 胡适呢 希望蒋先生当唐太宗 所以呢 他希望自己 期许自己当未真 当成蒋先生的一个真友 可是胡适呢 自己根本没有想清楚 蒋先生既不是唐太宗 更不是盛民的贤君 他根本就是一个独裁者 那所以呢 他是看错人了 还有一个 确实 蒋先生跟胡先生两个人 就是有一段蜜月期的 这个蜜月期 从他们刚开始认识 1932年武汉 见第一面 一直到大陆结束 就是1949年 这一个长达16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啊 可以说是他们两个人的蜜月期 这个蜜月期的尖锋呢 是在1948年的12月 当时北平呢 在蒋先生的眼里是个围城 因为共产党随时会进城 国共内战对国民党不利 所以蒋先生呢 就特地派了三架专机 第一架专机就把胡先生给请出来了 请出来了第一天 请胡先生到南京 官邸 去跟他做一个接风 洗尘 蒋先生是从来不喝酒的 当天他特地要求官邸 开酒 庆贺胡先生 从北平到南京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认为胡先生是望重四灵 是他的真友 所以呢 他必须好好的庆贺 胡先生的到来 可是胡适之心里有数 国民党的大势已去 我从一件事情可以看得到 当然这个事情现在也没有建筑一些历史的一个记载 我只是听一些学术界的朋友告诉我说 胡适之把第一架专机从北平到了南京 可是呢第二天他要到南京机场去接其他的文人 从北京出来 可是呢 看到专机的确是来了 可是下飞机的文人呢 却是寥寥落落 他不禁 眼面流泪 为什么流泪呢 他认为国民党当局已经完蛋了 蒋介石已经完蛋了 为什么呢 不但是国共内战 兵败如山倒 连知识分子都心向毛泽东 而不是心向蒋介石 他认为 蒋先生大势已去 所以呢 他就为之痛哭 也看到一些资料显示 胡适当年呢 曾经有过这样的言论 说不管时局如何艰难 他都会站在蒋介石一边 那如果说按照这样的一种说法 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呢 应该从更多的角度去为蒋介石效力 但是胡适似乎并没有 特别是在七十大寿的时候呢 还联合其他的人士来发了一个这样的专刊 用名的解读呢 是逼蒋介石去下台 那么为什么胡适会有这样的一种举动 对于蒋介石既效忠又想让蒋介石退位 为什么会这样呢 胡适其实他的态度是一贯的 我刚刚说到1932年 胡先生第一次见老蒋 他见过老蒋 见了三面之后 他就送给蒋介石一份礼物 这一份礼物是一本书叫淮南王书 淮南王我们晓得他是汉初的一个地方的一个诸侯 是刘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骨干 可是淮南王他是尊奉道家无为思想 那这一本书就是汉朝道家思想的一个精髓 那胡先生为什么把这本书送给蒋介石 因为他从蒋介石当时的言行举止 还有从政的作风啊 胡先生观察到 蒋先生是将来大有可为的一个政治领袖 可是他太琐碎了 太凡事亲力亲为了 当一个真正的国家领导人应该大器 应该授权 所以呢他送了蒋先生这本书 那到了台湾来 他叫他做两任就适可而止 他希望他守法 再来他希望他能够实现美国的民主 就是实现西式的民主 当然这是胡适之他的留学的背景 他的自由主义的色彩 造成他这样子对蒋先生一种错爱 或者说是一种错误的一种期待 嗯 这种期待是不是错误的 我相信只有胡适自己才知道 但是蒋介石是怎么想的 现在有很多人呢 已经有依据可以查了 因为蒋介石呢 有写日记的习惯 其实日记我们都知道 他是记录自己内心的一个最为私密的一种方式 如果说你想了解一个人 那么如果你看了他的日记 才算真正的走进他的精神世界 那么现在通过蒋介石当年的记录 他有没有写到 在他的七十大寿 在他和胡适之间的关系上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节 看蒋先生的日记呀 我用四个字形容 口密附件 阳奉 因为 口密附件是什么意思呢 蒋先生见胡先生的时候 把他捧上天 认为他是不释出的一个文人 是中国文人精神的一个象征 一个标杆 可是在日记里面却是大骂特骂 就以1958年的日记来说 他写道 他说啊 胡先生来到台湾来 我招待他旅游 我跟他做简报 我希望他 我请他陪同我去一起去阅兵 一起到阅兵台上阅兵 这是多大的荣宠啊 蒋先生认为对他太好了 可是没有想到 胡适之啊 却一直告诉蒋先生说啊 台湾没有言论的自由 只有你蒋先生有言论的自由 只有你的儿子蒋经国有言论的自由 只有警备司令彭梦契 没有言论的自由 其他的人都没有言论的自由 所以蒋先生你还是老毛病不改 你是个独裁者 我希望你能够实施美式民主 蒋先生在当天的日记写上 他说啊 我吃了好多安眠药 吃到两点钟 我还睡不着觉 这个整夜啊 翻来覆去 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 痛苦至极啊 他对胡先生痛苦至极 还有一次 胡适之啊 回来担任中央研究院的首长 那这个是就职大典 他的首长的就职大典 蒋先生当然要亲临主持 而且要蓬蓬场 那蒋先生在做训话的时候说 现在反共抗恶的大业还没有完成 我希望中央研究院在胡适之先生的领导之下 能够协助当局来完成反共抗恶的大业 好讲完了 由胡先生致达词 胡先生当头就驳斥蒋介石说 刚刚蒋领导人讲的对我的一番夸赞之词 我不赞成 因为我胡某人并不是一个你所谓的可以领导中央研究院去协助你反共抗恶大业的 我们中央研究院是搞学术就做学问 不是为政治服务的 当天晚上蒋先生写的日记 又气急败坏 他说我对胡先生可以说是好到极点了 我对这个人那么宽厚那么优待 可是他竟然无所不用其极的羞怒我 我永远记得胡某某 胡某某这个人真是无耻的小人 除了在日记里在痛骂胡适之外 我们知道还有一种具体的方式 那就是自由中国的这个杂志被迫停刊了 是因为以雷正为首的自由中国杂志的一些编辑人 他们准备阻挡 组织政党 在当时戒严时期呢 是万万不可以的 要杀头的 他认为胡适之 他认为雷正环这批人 如果要阻挡的话 那势必就是要在台湾岛上插个钉子 那这个钉子到底是美帝国主义 到底是美国人的这个马前卒呢 还是说他们会不会给台湾做下一个动乱的因子呢 这个是蒋先生他所顾虑的 会不会影响他的统治基础呢 这是他所担忧的 好的非常感谢王峰先生 谢谢 谢谢 好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恋爱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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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